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安 今天早我们要分享的是 为什么婴儿需要德性公司的这一系列产品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个怀孕的妈妈 她的母体里面 可能含有许多许多的毒素和重金属 已经流入婴孩的体内 那么其实婴儿诞生的时候看来是好健康 其实她已经吸取了许多 从母体流入到婴儿的身体里面的毒素 当然最好的营养是母乳 母亲可以继续 用她的母乳来喂哺她的婴儿 但是当孩子成长到两个月的时候 母亲要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着想 替我们的婴儿排毒 那么好多母亲喜欢用市场上的这些婴儿用品呢 好像肥皂 这个洗发剂等等 还有婴儿的衣服 都含有许多许多的毒素 我们的特性公司的淋湿禁食 婴儿两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吸取半粒 一天两次 那么这个产品可以提升孩子的免疫能力 也可以提升孩子的排毒的功能 所以这些产品呢 是给我们婴儿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当我们的孩子成长到四个月或五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吃 这些公司的螺旋枣 螺旋枣是碱性食物 它的营养非常均衡 那么我们的孩子 在吃这个 我们的这个糊状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半粒的螺旋枣进去 让它增加平衡 均衡的营养 那么我们预防这种慢性疾病 其实我们要从婴儿开始 这个菜伙伴訴 people 我们进行 yepyikn 有些草参团的 一半都会变你一半